說到米豆籤 可能會讓老一輩的民眾都很快樂 因為過去一碗米豆籤 除了是多多多添百度的食材 那是代表台灣農村艱苦的基地 現在台灣是找不到幾斤做麵籤 還在做米豆籤 還有地區只剩五六十年的老麵籤 享受這個米豆香 人家在採收 以前就比較有心理 現在不一樣 現在全都平均了 豆籤是我們很傳統的東西 一些老一輩的 他們以前在種田的話 這是他們最好的點心 每一家在做豆籤的那種口感跟品質是不一樣 我們是堅持了很久 就是到現在還是 它還在做 說到快就是這樣 它還在做 以前也是很多競爭的 現在已經都沒在做 這支豆籤近過期還在製造 外形變成一條一條 看起來很清楚 麵條一樣 但吃過的民眾如果沒洗你 說是豆籤麵 在前的老闆 馬上拿出來來解釋 豆籤是豆籤 不是豆籤麵 豆籤麵 它的口感 麵條跟豆籤的口感不不一樣 麵條的口感不是在這裡 Q 滑溜滑溜 豆籤麵的時候在這裡 撕溜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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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 我沒名字到台北到那裡的閒咪廟夫爐都在買 那個我回家就感覺他們的咪廟就買了 這米五十年的當中好和野好生 除了堅持燃燒傳統這米技術 也不斷燃發新的米條口感 將口有米條的好口味大了推電到各地市場 沒有外地品種數量夠香口味可以很方便 記者替我們散步道